这件艺术品从人物 衣服到丝带 竟然都是磁做的 它又为何只能用电烧制 为什么需要严密监控用电方式 记忆传国的服装加工作坊 才敢接更多订单 这是什么实验 为什么说电压是否稳定 关乎这个城市几百万人口的生计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 家门口通了动力电 在福建德化宝美村 如明要尝试一件大事 用电烧制一件特殊的瓷器 这事要是成了 它就能创业成功 开办属于自己的作坊 可是这件事实在不容易 它小心翼翼地喷着用水 调整好温度 将瓷器放进一个特殊的窑炉里 卢明之所以这么精细地操作 是因为这种瓷器极难烧制成功 它第一次用电烧制 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 卢明的父亲是当地远近门名的陶瓷工匠 一生烧制了上万件作品 但这种特殊的瓷器只烧了两三件 在当地即使是入行三十年的顶尖制瓷高手 烧制成功率也只有5% 卢明刚满三十岁 2015年才开始学做瓷器 为什么他现在就敢于尝试制作 这种特殊的瓷器 秘密竟然藏在这些 看上去十分普通的电线上 可别小看了这四条色彩鲜艳的电线 它不仅让福建德化的年轻人 可以传承祖业 开设至此作坊 而且让江苏常熟的胡鹤新村摇身已变 成了中国最大的服装加工基地 甚至让世代以农耕为生的中原小镇 成了世界上钢卷尺出口量最大的钢卷尺之城 这到底是什么店 它到底如何给中国的小微企业发展 注入新动力 福建泉州 福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是古代东西洋间国际贸易网的东方支撑点 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区和桥头堡 早在明清时期 德化祠就已做工精美文明于世 不过由于传统烧制方法极难掌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德化祠曾面临失传的困境 如今由于一种特殊的电力线路 德化祠成为中国陶瓷出口的重要产品 远消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卢明家世代以烧瓷为生 小时候他有幸看过一种十分精美的瓷器 这种瓷器的烧制过程非常神奇 烧之前都是同一个样子 但初遥后每个都不一样 而今天对于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因为是第一次烧制这款特殊的瓷器 我们也想一起见证这个过程 那您能不能就给我形容一下 大概它能不能长成一个什么样子的 大概它就是说它一个绿色的底部 然后长一朵绿色的花 它以这个形式 但是它花长在哪个位置上 这个是我们不可控制的时候 它可能长在某个瓶口 腰间 还是瓶底 这不一定 这是老天爷给的 老天爷让它长了 它就长了 原来这些瓷器如此特别 每一件都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我们迫不及待地 想看到它成型的样子 可卢明告诉我们 还得耐心等待九个小时 答案才会揭晓 现在是下午三点 我们一直守在这里等待 卢明终于要打开窑炉 取出这件瓷器 这次烧制将会呈现出 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这太漂亮了 这个花纹 还是很奇怪 它这个精花形状 这么多不规则的图案 那它这个到底怎么形成的呢 升温到一定的温度段 它里面的矿物质 就在冷却的过程中 形成金斑 然后我们再靠 一定的烧成曲线 然后把它的温度 保温 让它把花开大了 它主要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通过温度的变化 然后你又提一点温度 然后它会形成扇形的金花 然后再提一点温度 它会形成条形的金花 所以它的金花的形状 还是根据我们保温的温度段 跟温度时间而定的 卢明烧制的这件特殊的瓷器 叫结晶柚 它特殊的美在于 金花千姿百态的形状 和无法预测的开花位置 体现了中国陶瓷记忆造物的精妙 卢明学习烧瓷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并不是个天才 他究竟是怎样学会烧制结晶柚的呢 我们发现 炉明使用的烧瓷工具十分特别 学名叫电窑炉 是一种专门用来制瓷的器具 可是要想烧制结晶柚 光有电窑炉可不够 更重要的是电 为了更好地控制瓷器烧制的温度 必须调整温度的变化曲线 达到烧制结晶柚的要求 电窑炉所需要的电十分特别 不仅功率大 而且电压稳 如果把照明线路比作乡镇公路的话 电窑炉所用的电力线路就是国道 这样的电力线路就是动力电 正是因为有了动力电 炉明这样的新人才能烧制出结晶柚 更重要的是它让德化数千年的制瓷产业 摆脱了难以传承的困境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为了获取木材资源 大量植被遭到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 给德化县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长久以来 古法柴烧一直是德化瓷最重要的烧制工艺 木材是烧窑最主要的燃料 位于德化蔡京村的月季窑 是德化古法柴烧遗址之一 我们这个木材的话 它是烧一窑需要用到三十吨的木材 三十吨这么多呀 对 三十吨能烧多少瓷器呢 大概是两万件左右 一窑的话 两万件 那它的两万件都能是很成功的那种作品吗 我们这个柴烧的话烧成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这个怎么样去凭这个人工去掌握里面的温度呢 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时间积累的 我们这个看火的师傅的话 已经烧窑看火已经有四十多年的经验了 对 那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话 可能火或掌握不好的话 有可能你这一段的瓷器出来就没有烧熟 因为学习过程长 收益慢 从事传统瓷器生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传统制瓷工艺发展堪忧 在当时 有一个老人提出了大胆的想法 能不能用电来烧制瓷器 86岁的秋双炯 是陶瓷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电力制瓷第一人 正是他推动使用电窑炉烧制瓷器 改变了德化千百年来 以柴烧瓷的历史 当年在德化推广电力制瓷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要想给村民家里通上动力电 就必须对整个乡镇 甚至整个城市进行电网改造 恰逢中国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各地产业复兴 为了保障供电 国家电网开始大力推进动力电线路建设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的农村开始用上了动力电 到现在绝大多数农村都已经通上了动力电 这也使得德化县的用电烧瓷成为了可能 今天秋双九要带我们看一件特殊的瓷器 这件瓷器是用电烧出来的第一件作品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眼前的这件作品 无论是人物还是丝带 甚至头发丝都是瓷作的 贵妃醉酒 以前没有这种作品 没有这种形式的工艺形式的作品 那像这个用电烧的话 它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比那个柴肴啊 油肴去烧呢 会简单得多 因为它这个腿体做好了 窑炉盖子一翻开把它装进去 盖下来就可以烧了 还有一个支援问题 还有一个环保问题 我们用电烧很干净 没有什么污染 自从贵妃醉酒作品问世之后 越来越多的电烧炉烧制的作品 开始出现 大家开始认同电烧炉烧瓷的可靠性 随着制瓷产业的蓬勃发展 制瓷业重新成为 德化的经济支柱产业 国内外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然而当地的不少企业 却常常不敢放手接 因为他们现有的设备烧制慢 平均五个小时才能烧一窑瓷器 一天的产量十分有限 郑良伟和黄汉龙 是国网德化县工电公司的职工 他俩平时主要负责制瓷厂的电力维护 最近他俩在研究一种特殊的材料 这种材料能够加快烧制时间 一旦试验成功 就能大大提高电窑炉的工作效率 让至此企业增加百分之三十的年产量 他们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这件他们在现场准备了两块电窑炉试验材料 首先加热传统材料 在仪器上 我们看到传统材料温度变化缓慢 而加热新型材料时 产生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温度变化 这个变化速度怎么这么快 是 它一下子就达到了六十多 这十度十度的一个变化 对 是 因为它这块才是 吸收热量比较快 然后提温速度也快 那在陶石的烧制过程中 它就不需要消耗太多的热能 明白明白 那以前这种传统的莫来石 它吸热慢 提温速度慢 它相当于就要吸收很多热量 也就是说在烧制瓷系的过程中 用了这种新型的材质之后 它不光能一方面能够大量地减少电能 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大程度上地提高 烧制瓷器的效率 是 国家电网公司推广的新型电药炉材料 烧制时不仅可以快速升温 还可以减少烧制中电能的损耗 实现陶瓷企业的节能增效 发展到今天 福建德化已有2000多家制瓷企业 其中有70%用电烧瓷 动力电在德化的应用和推广 给传统的家庭制瓷作坊 带来了发展机遇 成为了引领德化陶瓷 不断发展进步的驱动力 但动力电的线路复杂 一旦使用不到 容易产生各种问题 最近季传国就十分忧心 他住在江苏省常熟市 这里是国内最大的服装加工 和批发零售市场之一 70%的居民以服装加工为生 季传国也在当地的胡鹤新村 开办了一间加工作坊 最近工厂接了一笔大订单 按说季传国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他却整天待在厂房里 焦虑不安 原来在家里开服装厂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电动缝纫机等大型设备 对电力的需求很高 以前曾经发生过 因为没日没夜的加工赶活 设备长时间运行 工厂直接断电 甚至烧坏线路的事故 影响生产进度不说 还损失了好大一笔费用 起初是没房那种 只有三四个人 然后有三四台机器 你想发展起来 是受一定的局限性的 比如说锅炉肯定烧不起来了 因为像我们烫衣服都要蒸汽 每一台机器都是需要用电的 用电量很大 那像您说 如果以前我们这方面设备 什么都跟不上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吗 存在相对的安全隐患 如果电机容易烧坏 线路容易起火 夏季用电高峰期就要到来 国网常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 一刻也不敢放松 在监控大厅 工作人员时刻紧盯着监控画面 画面上正在实时显示 动力电的使用数据 通过监测 工作人员发现 寄船国家出现了紧急情况 负责胡鹤新村运营维护的工作人员 马上出发赶往现场 如果问题长时间持续下去 将造成跳闸停电 甚至威胁大型生产设备的寿命安全 究竟电力公司员工 能不能及时赶到寄船国家中 解决用电问题 消除安全隐患呢 以后你注意的是说 你如果有设备增加的话 经理有效 你这个开框的话 可能控制那里一个区域的话 有多少去调整一下 把负荷所谓翻得均一点 在运转的机器 让它平均在几条线上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不会推 跳杂机器 待不动当中情况 原来动力电的四条线路里 有三条是火线 也就是主要输送电量的线路 简单来说 要保障电力设备持续正常运转 这三条线路就得时刻保持平衡 接在每一条线路上的电力设备功率 最好是一样的 通过调整机船国家 用电线路上的电器设备 解决了工厂赶工期间 电压不稳的问题 为了保障动力电的正常运行 国家电网公司的职工 经常上门对工厂线路进行维护 教大家如何正确使用动力电 随着胡鹤新村动力电的普及 当地服装产业的发展规模 也越来越大 每天下午四点 发往全国各地的物流车 就会驶进长熟市胡鹤新村 在普通的居民住宅楼前 老板周永良正在指挥工人 搬运打好包的服装 将其运往外地进行销售 他的家庭作坊 每天可以生产几千件休闲男装 在动力电的保驾护航下 胡鹤新村 形成了完整的服装生产工业链条 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 同时还出口欧美 非洲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可是对于河南商丘的老百姓来说 仅仅会用动力电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因为他们赖以谋生的产业 对动力电的质量要求非常高 他们谋生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呢 这种产业对动力电又有哪些苛刻的要求呢 在河南商丘的中国钢卷尺质检中心 钢卷尺检测室主任夏金涛正在做一项特别的实验 只见他把不同批次的钢卷尺样品固定在检测仪器上 设定好压力数值 五分钟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今天我们做这个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你看我们刚才测的数值 它是1370是吧 对 它根据要求它是要超过1500 那这个数据明显就是不合格的 对 1500兆帕 相当于钢卷尺上每平方米 可以承受15吨的拉力 真想不到 对钢卷尺的抗拉能力要求这么高 而且想要做出抗拉能力这么强的钢卷尺 对供电质量 特别是电压的质量 要求非常高 主要原因是因为由于电压的不稳 导致了它磁带的 占火的时候不均匀 这样我不均匀的时候 然后导致它的硬度 这个值达不到这个要求 就是这个尺带的硬度 对 原来稳定的电压 才是决定钢卷尺质量的最关键因素 而中国的钢卷尺向来以质量高 抗拉能力强 闻名世界 在阿里巴巴海外版的网站上 中国钢卷尺的出口量非常大 在众多的中国钢卷尺供应商中 来自河南商丘渔城县的厂家是最多的 每出口十把钢卷尺就有七把是渔城生产的 短短十年间 这座世代以农业为生的中原小城 竟然变身成为中国钢卷尺之城 甚至中国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质检中心 也设在这个小县城里 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从不同国家前来考察的客商 2017年5月19日 来自印度的洛奇第一次坐高铁来到商丘 这一次他希望找到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给他长期供应钢卷尺和美工刀 而这位名叫李星款的年轻人 成了他的第一个考察对象 李星款组辈务农 13年前开始做钢卷尺生意 对于自己家钢卷尺的质量 李星款十分有信心 这一次他主要想拓宽 自家美工刀的海外市场 可是洛奇十分精明 他早就了解到 李星款从去年才开始生产美工刀 于是在正式谈判前 提出了参观美工刀厂房的要求 在厂房里 洛奇和同伴看得十分仔细 尤其是对墙上密布的四条供电线路 和车间里摆放整齐的住宿机 十分感兴趣 原来美工刀和钢卷尺一样 对供电质量 尤其是电压质量要求特别高 洛奇此举无疑是为了查看厂房的供电环境 是否能达到自己的要求 不过看得出洛奇还是挺满意的 他跟李星款约定 第二天再来查看美工刀整个的生产流程 李星款十分开心 他的梦想就是将自家的五金产品 销往世界各地 而洛奇就是他打开南亚市场的第一步 第二天李星款早早来到厂房准备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产生了一种毛刺 这种毛刺就不行了 这个是不合格的 肯定不合格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住宿机生产的美工刀配件 一个个都成了残刺品 现在国外客商要求很严格的 这种东西你发出去 肯定要投诉你的 还有一个小时 洛奇就要来了 眼看这段大生意要黄 我们都替李星款着急 没想到他不急不慢地 拿出手机 打给了一个叫王广吟的人 不到十分钟 王广吟背着一个小包就出现了 看得出他跟李星款很熟悉 简单听完情况 王广吟先爬上梯子 用手摸了一下墙上的动力电线路 线路热意味着用电量过大 或者线路老化造成的最直接影响 就是电压不稳 如果是线路的原因 那就得大修 今天上午恢复生产肯定是没戏了 听到这儿李星款开始紧张起来 那么到底是不是电网公司铺设的 供电线路出了问题呢 为了慎重起见 王广吟从包里拿出了电流表 既然不是线路的问题 那到底什么才是造成电压不稳的原因呢 王广吟稍加思索就做出了判断 他走到住宿机前 打开了住宿机的外壳 然后又鼓到了几分钟 问题就解决了 李星款这才明白 是自家的住宿机出了毛病 造成了电压轻微不稳 而王广吟显然对这种机器的小毛病 十分熟悉 因为他是余城县烧港镇 最有名的电力顾问 像我们这种小的小作坊 小工厂 没有条件去请那种专业的电工 他们工研所 其实都不派了一个技术师傅 我们催呢 我应该叫他书呢 那人真的很不错 经常他隔三差五的话 到我这里给我寻擦线路 教一些电路知识 动力电的电压 就是余城五金产业的生命线 关乎当地十几万人口的生计 为了保障电压稳定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 成立了一支专业的 动力电电力顾问团队 为当地的工厂 提供从动力电包装 到线路检修 再到设备检修等全流程专业服务 烧钢镇共有两千多家企业 可是大到哪里新开了一家工厂 小到谁家新买了一台设备 电力顾问们都如数家珍 凭经验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安全隐患所在 并且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有了动力电电力顾问 专业周到的服务 最终李清款和洛奇 谈成了一笔大生意 签完合同当天 李清款特意去村里 看了看自家的老房子 其实当时我们这边特别穷 真的穷得没办法想象 当时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 宁可去讨饭 不嫁烧赶汉 自从我女儿出生了以后 这奶粉成的大开销 我女儿那食量很大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罐奶粉 一罐奶粉48块钱 逼迫我没办法 必须要想办法找出路 十几年前 于成绝大部分人和李清款一样 从土里刨食 看天吃饭 为了儿女的奶粉钱发愁 如今他们的产品 远消中东 南美洲等 三十多个国家 不少人开上了小汽车 住进了大楼房 这一切都与高质量的 动力电紧密相连 早在2009年 当地的电网公司 就兴建了两座 专门的钢卷尺变电站 为当地企业和作坊 提供双路宫殿保障 这几天 李清款干劲十足 她的工厂将加紧赶制 洛奇的订单 对于未来 甚至女儿的未来 她都早有规划 价格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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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们上旧市的 一所外国学校读书 还好她的那个英语成绩 还特别突出 希望她以后长大了 能留在我身边 不要去国外发展 我们国内现在 这个国际贸易的环境 越来越好了 在我们国内发展 应该要比国外发展 要好很多 动力电让中国中原腹地的农民 把生意做到了全球 每天 这座小城的钢卷池 通过三个小时的高速公路 再经由海运 销往世界各地 除了商丘 长熟和德化 在中国 国家电王已经在超过 70%的国土面积上 铺设了动力电 可以预见 在未来 它不但是中国老百姓 创业成功的致富点 更会成为 中国产业升级发展的 一个重要驱动力